音老師妳今天要教我們的是什麼料理 奇異紙泰式海鮮沙拉 喔 好吃喔 原來很好吃喔 而且是泰式的 很吃的蝦 這已經熱到一腦了 老生還需要開胃對不對 沒錯 好 那食材在選擇上 我們先用洋蔥 香味 對 洋蔥是生的嗎 洋蔥是生的 對 那如果家裡就是有小朋友不敢吃這個辣辣的洋蔥 所以稍微用開水燙一下 那再來呢 還是我們剛剛這個菜煙的鍋 它非常地好用 它有鮮味 那再來呢 我們剛剛這個已經燙過了 就是紅蘑菇的部分 對 燙過了 那芹菜 也要燙過 所以妳可以吃下去 營養又均衡 纖維也夠 對 對 也漂亮了 也常生不老的 這個就是有成糖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些香味 對 再來呢就是海鮮囉 耶 可以選擇三到四樣喜歡吃的海鮮 對 把它燙熟 那像夏天的話可以燙一些起來 然後就冰在冰箱裡 嗯 然後還有蝦仁 這個是鯛魚片 如果說我們有時候可以去下午市 買一些生魚片 冰冰夾夾切起來的那個魚 對 對 對 而且會有鮮海魚 就會有吃的 Omega 3 沒錯 好 那就讓它都下去囉 耶 真聖喔 每次來都讓它吃 整個就是淋淋有魚的感覺 對 對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要加我們的魚露 嗯 魚露 這個魚露泰式料理的泰式 沒錯 對 那再來呢就是檸檬汁的部分 哇 真的是泰式料理 這個是奇藝籽 那我們把它加進來 哇 哇 對 這個 因為它的口感真的很好 香香的 對 那一般我們常常就是吃這個時候會怕說 欸我喝不夠水 所以我們在做沙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用大量的水分把它給沖泡開 對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水分 攝取不足的為了 嗯 所以如果我們多攝取的話 可以讓我們的身體就是不會慢性發炎 是的 然後又可以讓我們有瘦身的效果嗎 嗯 會有飽足感 所以你的食量就會變小了 好 我們要來使用我們的泰式沙拉 好 感覺好美味 超好重 嗯 很舒服 這食料理真的很得人心欸 誰會想要用那個奇藝籽 奇藝籽 奇藝籽在裡面 放在裡面 就真的是天下一絕啊 嗯 我可以吃下去了 好感 就啾啾的 會想要吃 嗯 對 超好吃喔 好吃 謝謝營養師 對 好感動 超濟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